大家好 其實我很想學張超王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開始 不過大家看到周博言 我也想說你當年讀LINE的讀得很好 你的屁股這麼正 很多人問你抄才是 其實做最後一個講者有個好處 很多次他們講完的東西 我都沒有什麼想講 都差不多要講完 但其實我就想就他們 剛才講的那些可能我都提出了一些 講回一些在過去幾個星期 法政會司 我們都在整個討論裏面都參與 亦都希望做到一個 即是提供到一些訊息 給到一些市民可以有一個比較 叫做比較客觀一點的 一個比較合理一點的一個資訊 讓他們可以用一個比較 對的理由去反對或者去支持 在上個星期 其實我去了一個講座 當時有一件事 我們今晚沒有的 當時的講座有一個 是版權持有人的代表 今晚他有這個我覺得最理想 周博言說說了一些 他們可能有一些看法 我那天都聽到一些其中的說法 就是如果沒有這個傳播權 或者沒有這些修訂的話 那些版權持有人很可憐 因為他們很努力地創作 一些智慧的結晶 做出來 但又不能享受到這些成果 唉 真是很可憐 但當時我的看法 就是 我現在也是這樣看 就是其實 版權這件事 我想教授是最清楚的 其實後到尾 其實那個都不是一個 叫做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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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限制的權利 就是版權這個權利 由第一次開始 其實在說 當然我們是要認識 給這些創作人 這些作者 他們一些辛苦的創作結果 但這些經濟的回報 其實應該是一個 不是無限是有限的 否則也不會有一個 所謂五十年這件事 對不對 其中一個 為何要這樣的限制 為何我們不可以給他 無限的權利 其實很簡單 因為 所有我們的創作 無論我們是一些藝術 文學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一些前人的智慧 慢慢去積累回來 如果我們完全不用 一些人去看以前的人 怎樣做 去做一些參考也好 抄考也好 其實整個人命 文明的進步 可能都會有些阻滯 所以這個牽涉到中間 說的是一個 創作的自由 表達自由 其實本身來說 不單止他們的重要 是我們作為重要的公民權利之一 事實上對於我們整個社會的進步 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亦都是這樣的原因 其實就是版權這件事 第一 其實不是一個無限的權利 第二件事我想說 就是 剛才提到 就是所謂一個 不會告 即是去不會告你 但是 不代表他想告 他都可以去告你 但他就想把這個權利 放在自己的手上 我指的是一些版權持有人 但是我們就很奇怪 為什麼如果 版權持有人有很多理由 他們其實是現在 甚至現行的版權條例裡面 已經是賦予他們很多的權利 可以作出一些民事上面的一些追究 為什麼他們都不去做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其實有一些所謂 利自當頭 其實都是一些利益的 包括了就是 剛才有提到 就是可能他們在不同的一些中介平台 可能有些收益 尤其在國外來說的話 其實現在都很盛行 在YouTube和一些版權持有人 其實他們在一些所謂的 一些翻唱的歌曲 如果只剩下廣告收益的話 其實和一些版權持有人 是會分享的 他們有利益在 也都知道 其實這些網上所謂 懷疑侵權的行為 有時反而 對於版權持有人來說 其實是起了一種宣傳的作用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的官員都走出來說 你不用怕 現在網上全流打機 Microsoft也好 Sony也好 其實一向都已經被他們做這件事 為什麼要被他們做這件事呢 其實原因都是起自己的利益出發 就是這件事 真的會幫助 幫助一些人 可能會更加多人去買他們的產品 另外在一些國外 我們都見到一些例子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會容許或者鼓勵一些人 做一些侵權行為 但是又沒有至於影響到他們的 很嚴重的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利益 譬如說是一些同仁治 同仁治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譬如說這些漫畫界 出版界 去找心血 即是新血 找一些新秀 新的一些作家的 一個好的途徑 這個講法 其實在上個禮拜 我那個talk裏面 那位的版權持有人 他代表在香港出版界的 他們出版很多漫畫 他自己都這樣說 那這些其實都是種種的理由 就是本身 言行的這個版權條例之下 其實他們已經是有這樣的權利 他們都不去使用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好處在 為何我們現在 竟然有這麼多好處 為何我們還要給他們一把刀 他們 接著就在那裏 給一把刀 同時又和網民 或者市民去安慰他們 你不用擔心的 我只是給一把刀 他 他未必會斬下來的 但這件事我們就覺得很難理解 為何要將這些權利 又去說現在是一個 就是對於政府也好 很多時候是很不信任的情形之下 為何我們要將這些權利 將它擺在一些 版權持有人 或者公權力裏面 而不是將它擺在網民手上 我想在網民角度去想 他們有這種憂慮 其實我們是非常諒解的 另外一個就是 為何我們不可以有這把刀 我們不贊成有這把刀 其中一點 其實鄭文華的講者也有提到 就是一種權利不均等 就是版權持有人 他和一些一般的使用者 其實雖然大家有時候說 好像一種合約 對等的關係 但是實際又不是這樣的 因為版權持有人 他們可以運用的資源 包括一些法律的資源 他可以有一些 法律的顧問 他可以有一個團隊 但是一般的網民 他自己一個人 可能一個 宅男 在家裏面對著電腦 他想從事一個二次創作 他不會那麼好處 每天都會認識一些律師 然後去問他拿一些法律意見 未來我想做這件事 不知道行不行 會不會有事 當然今天他如果有這把刀 他會好一點 所以你應該放上網 和網民分享 擺了 擺了嗎 非常好 但是他也會很小心 雖然下面也要加多一句 即是不代表法律意見 也有 如果不然的話 就有幾乎 其實一般的網民 他沒有這個知識 他沒有這些資源 但一旦他見到一些 他的行為 有機會招致一些民事 甚至是一些刑事的風險 其實這種壓力很自然 他就會想一想 究竟這件事我做不做好呢 想來想去 最後可能做少一點 如果這些事很明顯的踩界 他就不要搞了 因為他也不想一個人 去對抗一個這樣的 所以把權持有人 很多時候他們的權利 或者是相對來說 其實那種壓力 其實他們是不想去避免的 就造成了 我們經常都聽到人說 就是一個寒蟬效應 就是不要搞了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其實整體來看的話 對於香港的一個所謂的創業工業 亦都一定是有很多 就是有弊而是無利的 那這種權利不平等 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 這個contract over right上面 就是合約凌駕 這是其中一個 我被記者問得最多的問題 就是什麼來駕 什麼來駕 就有提過的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說 版權持有人 他可以透過一些合約的認識 包括一些使用者的條款 去將一些使用者 本來可以享受的 這些政府 今次給的這些豁免 叫他們自動放棄 我給你一個例子 很簡單 譬如說 你上網去買一件數碼的產品 譬如一張相 你想改相 但這次我很乖 我真的上網買一張相 或者買一張歌 你買了那個right 但買的時候 他可能會帶你去某版的網頁 上面有很多很多方式 大約的尺寸是2 總之有很多字 寫了一些條文 條款 下面有一個按鈕 很大的按鈕 很大的按鈕 如果按鈕 你可以下載那張照片 或者什麼 先下載了 你不要說我真的看 其實我們有一種叫法 就是一種標準的合約 一般來說 就是消費者 他在買的時候 他不會仔細看 但這種合約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不平等條約 在一面左右 保障了 那個版權持有人 或者是那個賣家 簡單來說 他隨便可以放一個條款 這個條款 譬如說 如果你是禁了accept制 那你就不可以 第二天改我的圖 或者從事二次創作 如果你是從事 或者改我的東西 你亦都不可以 依賴一個政府 現在的版權條例 給你那些豁免 作為你一個辯解的理由 主要說 在文事上面 一些糾紛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用了 其實 要加這些 句子 這些條文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事 對不對 一整了之後 那些消費者 那些網民 他們不會逐個 我真的看 看到 有一個網民 真的很有心機 我用一個放大鏡 慢慢看 這個 我不行 那他不會 發電郵給那間 的CEO 或者跟他的法律顧問 跟他商量 你不幫我剔走 這個18A第二款 我就不幫你買這張照片 人家都不會理你 這種不平等的 合約的形式 其實每天都發生著 尤其現在我們在說 網上的買賣 這些經常越來越常見 我們就會看到 合約凌駕這件事 後面看到的 一種權利不停等 其實很正正的 就是點出 這些權利 可能 他是不是都放在合約裡 先 可能他不用 但用起來 其實那些網民 那時候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們看到 為何我們要去做這件事 去給機會 一些版權持有人 去將現在政府 說得很好聽的 這些豁免 可以完全一兩行的智 就可以廢了武功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 是非常之不理解 政府在做這件事 為何要做這件事 我們聽了很多 我們留意到 剛才說的那些問題 以及其他講者提出 那麼多的 存在很多的問題 本身的條例 是這麼複雜 複雜到很多人 聽到很多次都不明白 尤其是 包括我們這些 很多在座 都有一些尊貴的議員 當然這些是明白的 但是 有些很多尊貴議員 他們都是一知半解 市民的信任 市民的理解 其實也有很多問題 我們覺得 為何要這個時候 硬硬銷 為何要硬硬銷 希望這件事會過 所以我們站在發展會司的角度 來說 其實我們很希望政府 就是說 其實他不是看不到 我覺得他 轉眼睛 他假裝看不到 他已經看到這個情形 其實很應該 拿個誠意出來 大家 隨便去慢慢談 方案裏面 我今天聽到教授講的 我都很多收獲 就是其實 變化真的很多 其實 還有牽涉到的東西 複雜度 其實比我們一般 就算我自己是 叫做讀過這些法律 我都不是說 懂很多這些東西 我都很想了解多少少少 看看究竟香港 我們應該走哪一條路 是真的適合我們自己的發展 連帶講少少 其實政府 他不是說完全沒有想過 或者沒有看過公平使用這件事 我理解就是2004年前 2004年那一年 其實他們已經做過一些 所謂的公眾諮詢 但當時他們的說法就是 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之後 就覺得這個公平使用 其實都不是很適合香港 這次他在最新的草案拿出來的時候 提到這件事 提到這個公眾諮詢 而他們都維持當年的結論是不變的 這裏我就很想問一下 為什麼這個 是說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 我想很多在座 都可能還在讀中小學 就是當時的面書 或者facebook 其實是說 剛剛出來了一年 整個社交媒體 或者整個科技 對於我們整個社會的文化 各方面的衝擊 就是說2004年和今天 其實真的好像兩個世界 為什麼我們還可以 用一個這麼過時的公眾諮詢 去維持一些這樣的結論 接著就支持 所以我們現在就不要做 等我們通過了再重新諮詢 這個我們都覺得是很廢解 而覺得其實 一個最好的做法就是 與其你現在這樣去硬推 你不如真正的拿點誠意出來 再在現在做公眾諮詢 可能我們會浪費多幾個月至半年的時間 但起碼透過這個動作 我們希望就會見到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比較 社會是普遍 得出一個社會是普遍會接受的方案 這些是我的分享 可以做一個麻煩嗎 我會不會發生的